小兄弟,恭喜你 我還是要稱各位同胞大家好 為什麼稱到同胞呢? 我們希望同胞是相親相愛,不是相害 現在我們要先請問 都市計畫規劃委員會 這一塊地的開花委員會組成員是怎麼來的? 我聽說是九位是我們的市府官員 那其他五到六位是學者和其他人士 那請問這幾位當中有幾位是我們在地的居民 所以我對第一個這個委員會的組成員呢 是不是應該要由我們在地的居民去參與 那第二就是這個開發的這個範圍呢 目前大家都是根據這只談到這一個六公頃的廣池園區 可是他旁邊周遭有四個里的居民 這些居民他們住在他的旁邊不需要被考慮在內嗎 是不是在規劃的時候也應該把這個周邊的居民的這個住宅的環境 會受到的影響一起考慮在內呢 所以範圍要擴大不是只有這個園區 第二要開發的話我們希望是整體的開發 而不是把它切割成三個部分 OK那既然要整體開發 那當然環評是不可以忽略 而且你即使開發把它分割成三個部分 在累積開發上還是需要環評 不管你切割成幾塊開發也是要環評 再小的區域也是要環評 然後第三你要整體開發的話 不是說先開發這一部分在開發那一部分在開發那一部分 順序時間上分開來這樣就不叫做整體 這種開發的結果會很不協調 最後就是開發的很不好 所以我們建議呢這個開發的時候是要整體一次開發 而不是分一次開發 那第三個第四個呢就是在開發的時候呢 我們之所以要開發這些要把人放進來 就是預期說將來這個捷運完成了 所以呢這個部分會整體的這個環境都會品質會提升 那既然是如此 為什麼我們不等捷運蓋完之後再來開發這一塊 OK時間順序上希望你們調整成捷運開發完之後再來開發 避免交通的衝擊OK接下來就是停車位的問題 停車位目前還沒開發的時候呢停車位已經不夠了 結果開發完後呢只有多264個停車位 那請問這樣的開發有比原來更好嗎 有解決到問題嗎沒有 OK那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人身安全問題 為什麼你要放社府進來是一些老人家 他的行動不變的那你再加了公營的人進來 人口很多當發生災難的時候年輕人跑得很快 然後呢你的交通你的周邊的道路又不夠大的時候 大家就阻塞在那裡那老人家怎麼辦呢 那到時候開發的結果你的命都不保了 那你在開發好房子給你住給你多一些錢 有什麼用呢 到底是哪一個最重要 是命比較重要還是錢比較重要 那希望上面的發言我希望第一成員方面 需要由我們的四個里的里長都能夠成為這個規劃的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那第二就是整體要開發 要整體開發 第三就是時間順序上等捷運開完 蓋完後 捷運你都一直蓋不好 那你為什麼要給予開發這個呢 為什麼你的捷運要延宕那麼久 可是這個就不能延宕呢 還有另外就是商業區 為什麼我們需要商業區 我們已經有信譽那個星光山越就在附近 那邊的商業區就夠用了 那如果你要蓋商業區 可以把這個商業區地下化 那商業區上面的地面都做成公園 讓我們的公園立地更大 不是也可以嗎 立體的開發 那接下來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社福用地供營住財 靠著林口街八死巷來蓋呢 你能不能像101這樣子蓋在正中央 整塊地的正中央就好了 那就捨去商業用地社福就放在正中央 謝謝